他在等待着一次上台的机会 比赛的开始前十局 我们感觉这个Karen Cole呢 似乎没有这个 只有招架之力 无还手之力了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8比8 但是我感觉啊 这种力量的释放呢 就在无形之中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Karen Cole很可怕的地方 对 这就是他的内力 就是 你永远也不要以为他随随便便就会输 他处理球 觉得 好像也就是这样嘛 没有什么特别强嘛 对 他其实很少走出很华丽的干方 这是决胜局 这是决胜局 他有点懵了 蔡卫珍有点懵了 也觉得是 很囧啊 因为 因为 因为他忘记这是一个决胜局 对方过来握手 他到底 你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他应该起力来跟对方握手 两号球 好 大家都还有得打 这个开球局 多希望能够直接一杆拿下 10秒 extension extension push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随时变变的出感 double case 看力道 运气还算可以 差的里面算是不错了 露球是肯定露球了 这种一杆两边分一定露球了 但是 好过露什么直带 这种球 这至少还是一杆切杆 未来还有一些变数在里面 因为这个二号球并不是六个带都有 他怎么来走这个二号球 而且 Karen Cole已经用过了extension 并且这个 蔡普真也用过了 所以这局的变数还是很大 打翻带 但是不太好 右边控制上 二号球右边的底带 我觉得是应该没有进球了 来看镜头给到的方向 这杆球可以切 但是它硬是打了一杆翻带 是没有 有吗 也许有 借带脚 这个带脚可不好借 正好有 但是三号没有到位 三号的切杆没有到位 看来看三九碰了 三号打七号的这个组合球 然后打一个三九碰 这个单独太大了 轻轻推下去算了 好球 比较简单的一个安全球 看先后手啊 这个球 解好了是先手 解不好 可能就输球了 三米八 连搬了五局了 两颗星 哦一颗星 解过 拼了 关键时刻敢拼了 他不是敢不敢拼了 就这么解了 不管了 解哪是哪了 进来就进了 对 但这个球一颗星回去 他是想着这个球 有可能会进的 嗯 自己要想想好 现在的心理不能出问题 extension都用完了 打进再说 对 我觉得这个战术是正确的 不该再给自己出什么难题了 咬着牙打完这几干 不管走到哪里 只要有进球就好了 好球 好球 先到位 冠亚军决赛打成这样 是真的很有戏剧性啊 不走位了啊 真的不走位了 冠军奖杯啊 一杆球 导播这时候给的这个镜头 没有寓意啊 这场球真是赢得不容易 在这里要恭喜他 几乎翻盘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好了 那女子决赛给大家传播到这里 我们在休息一会之后呢 继续来看男子决赛的一场录播